男投消防队在昨天中午十二点多激活报案 有一名男子疑似在家中想不开 紧易消失赶到现场 电话征求务主女儿同意 使用铁锹棒进行破门 而就在关键时刻 60多岁的男子突然出现 嚇阻救难人员 好 确定好 确定好 可以把它敲开 手机内头传来同意破门而入的决定 警销立刻拿起铁锹 敲开第一道门 因为第二道铁门比较坚固 担心费时耗力 于是热心的邻居拿来杀轮机 准备切割铁窗 用铝梯爬上爬下 为的就是要赶紧破坏铁窗 进屋救人 不过就在最关键的时刻 60多岁的屋主突然从二楼走下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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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一道都能干 我们是神经病的你嘛 好啊 哦哦哦 中午时二点多 邻居们因为一上午都没有见到屋主出门 加上几天前他一直自诉心情不好 上前敲门都没有回应 才打电话报案求援 经过了确认之后 才知道大家虚惊一场 实际上 是 感谢观看